今天怎么样 张县长 张立善气到不断喘气 最后 环保局长 几日 调离环保局长事务 当场拔官让质询议员称送追击 你也是严重 代夫执手 你不配做科长 这是云林县议会定期会 最后却变成开闸大会 关键就在于议员质询空污问题 打开窗户就想吐 还以为我怀孕了 连张立善大头罩都拿出来 民众骂县长骂明黛 这让议员很不服气 因为长期紧盯环保局 要把空污元凶揪出来 就联机查数据 议员都一一细数 不过质询过程 疫苗点燃怒火 因为环保局长一句话 让议员瞬间暴怒开骂 你做环保局长 我兵人站在这里跟你说 环保局并没有准备 议员轮胎会 你议员知道 你干吗 局长激怒质询议员 更让县长张立善 今天吗 再给一分钟 即使被消音 大会主席再给一分钟 让大家把结果听清楚 环保局长 即日调离环保局长事务 直接拔关 这个决定显然是张立善 当场做的决定 你已经知道有点缓在这里 但是你完全没足 一场炮火与怒火四射的质询 还以为张立善口头告诫环保局 没想到最后确实气到拔关 环保局长郑玉里降掉惨意 一定会继续 离联系 继续 再结束 因此 感谢观看